大家好,我手上的这台机器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Win Max 这台机器的处理器是i5-1035G7 然后是16G 3373的很大的内存 还有512的NV-M1的SSD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测一下怪物猎人实际 这款大家期目已久的可以说半网游吧 让我们进入游戏 好,下面呢我们已经进入到游戏当中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帧数 现在GPU的货载大概在90%多 CPU大概在8.60%多 然后帧数大概在36 38 我们看一下选项 我们自然界面就不用管它 我们看一下显示程 现在是中哦 现在是图形显示是中 我们先把它调到D 然后DX12 可能看不大清楚 我把它调进入 OK 1280x800 16比9 帧数流失 垂直通不开 先 那现在这样 返回 好 现在FPS下去上升到四 四十 对,四十 我们直接开始游戏 我这里有一个存档 我们就直接进自己的存档 好 由于现在 我这机子没电了 我接上电 可能温度会比平时稍微高一点 现在大概有70多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D特效的加持下 那个 我们的帧率大概能达到30以上了 这是800P的分辨率 对,这我没有改分辨率 然后离开那个集市之后呢 这个分辨率直线上升 飙到50多了 然后我们去外面 去打一个怪 看一看 这个读盘还是很快的 反正比我家笔记本要快 好 这里也是30多 也就是说我在没有做任何设置 没有做任何调整下 我就只是把总体的特效拉到了D 然后就可以轻松跑到30以上 好 我们去碰一个大型的怪事 这个操作不太熟练 我平常都是用剑鼠玩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也不是职业玩家 对不对 我记得 这哪里有条 那个叫什么什么大尾巴狼 转一转 看从刚开始到现在 这个帧率一直没有下过 帧率没有下过30 我真的走不通 好吧 我迷路了 我不知道怎么走 我在这转了个圈 还是连这条路直直直走吧 现在的GPU的那个负载大概在 90%左右 98%左右 然后CPU的温度就停留在70度左右 对就是它 不要吐槽我的操作 好 进入战斗之后 进入战斗之后 这个争据其实也并没有下降多少 诶 打亮还要跑了 OK 第一 第一的那个特效 我们就测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中的 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直接调 我试一下 似乎是调不了 可以调 可以调 我们调成中特效 是不是已经调成功了 我看一下 嗯 已经调成功 现在就是中特效 其他的我什么都没动 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其实我觉得中特效 也是可以接受到30度 但总体看起来跟低特效 我觉得没有很大区别 所以说这个东西可以闪一下他的眼睛 好 整个战斗的 针率大概也是维持在30以上的 比如说中特效其实也是没有很大问题的 可能对于阎王龙那种满屏特效的 那种那种怪可能会比较吃 哎呀 可能会比较吃机器性能的 哦 还好我的衣服比较厚 它好像不怎么打得动 哎呀 打晕了 可以看 看在那个中特效的加持下面了 全程的战斗 依然是在30帧以上 依然是在30帧以上 它出电了吗 哎 跑到后面走 好吧 我承认我挡不过它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吧 再看一下写事 你们来看我对粤菜 大家已经知道 怪物猎人世界中特效和低特效 情况 啊什么 你还想看一下高特效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高特效的 高特效的 嗯 画面细节设定 我们调到高 现在是已经是高了吗 这是高特效吗 好像也没降多少啊 不过这个人看起来倒是舒服很多 对这个人看起来倒是舒服很多 没有那么多毛毛边边的 而且这个特效 场景看起来还不错 哎 那条龙好像跑了 好吧 有的 有的网友说我们这个可能得退出去再设置一下 那我们退出去再设置一下 好 现在我们退出到标题画面了 我们来把它设置成 我们网友口中说的退出去 再 跳 好 这里是高 对吧 没错吧 OK 开始游戏 直接进入 寻找别人 不 我们坚定自己了 设定完毕 开始 我们就跳过这个 不用跳过了 直接就进来了 刚退下之后 在这村子里面 这个地方确实会 确实会掉一些针 只有20多 跑上来就有30多 在这村子里面 再进去看看 OK 高特效的下面呢 大概是20来帧 但是在这个画面下 800系的画面下丝毫看不出来卡 我个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能因为我不是高端玩家的 好 这个就是高特效的 画面 那么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开中特效就比较划算 然后当然如果你们对帧数有特别高的要求 我觉得低特效也还行 因为实际上低特效跟中特效 在我看来并没有很大区别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有什么想测的游戏请在下方永远留言 拜拜